刘了 杀了他 什么 杀了他 他不死 你就得死 在这 在这 就说 他企图逃跑 只能开枪 我们可以再审审的 他一定知道 北平的军统组织 如果把他杀了 这条线就断了 你怎么不知好歹呢 我是在帮你 日本人明天就知道 我们抓了人哪 要是让日本人要走了人 你还能我吗 我在办公室等你 三分钟之内 他不死 我就把你们两个人 交给左宗 你也在区别的 你又不是 是 你还是要该死 你还要死 你还要死 我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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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没有出卖你 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们一块杀出去 杀不出去的 快 杀了我 你要知道我在执行命令 杀刘昭我是迫不得已 杀高明远不是我干的 而是萧斌 你以前的血债是要偿还的 大哥 丁辉现在还不知道你的身份 赶快动手 要不然我们两个就都完了 开枪吧 我不能杀你 我杀不了 因为你是我兄弟 时间快到了 王四义 你要是还有良心 你就去找云香 梅芳 向他们坦白 我也就没白死 记住我的话 我没有白死 大海 大海 大哥 你得干枪 大海 大海 东西带来了 你 按你说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 和你儿子做生意的那个人 已经死了 你 回去吧 那我参加北平商业自治会的事 这个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那我先走了 不送了啊 哎 宣德鲁 哎 一个军统特务 换一个宣德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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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怎么办 找个地方埋了 你亲自去 你至今不肯离开北平 是不想见我吗 我是为了投开股 我必须看着他安全转移 你说谎 美方 我们现在是同志 你可以把我的想法 转达给上级 如果上级 让我马上离开 我一定不会走的 刘亦翔 你太小看我美方了 我还是分得清楚 个人和组织的关系 我已经申请调离北平 我们不会在一起工作了 这也是你的权为一 云翔 郁琴 你来干什么 云翔 你必须马上离开北平 这里太危险了 我跟美方也说了 不要留下了 你 我要看着投开股 安全地转移 你 唉 哎 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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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这 这可是你逼我的 薛叔 快 咱把他抬出去 唉好 走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周大海通知 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大哥 二哥 他们从广化寺走的 会不会是去大哥的公寓了呀 有地址吗 我没有 我知道 在长阳外东条三号二楼左手门 要不然这样 我去一下吧 要不我陪玉琴去 这万一出了事我也能照顾着点 也好 你们路上小心 那好 我们走了 云翔就拜托你照顾了 快去快回吧 好 那我们走啊 走 小心点儿 诶 你回来了 我上周家找你去了 一个人影都没有 见着周炳昌啊 没见着 要是大海真回来了 我们也就不用担心 周炳昌再把司翊要回去了 他们家有个儿子 司翊就不会再闹腾了 他就是想回 也回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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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为什么 这 你就不用问了 快给我打西郊水去 快给我打西郊水去 我要好好地烫着脚 今儿个 我跑了巴尔拉北京城 没人 没人 你好 这屋人在哪儿 我是他们对面的邻居 你们要找的人给抓走了 被谁给抓走了 警察来查户口 先带走了一个人 好像是他们什么队长 那 那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那个人他身穿着 身灰色的长袍 个子挺高的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没事 别说 是二哥 是啊 快走 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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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哥呢 我怎么听说 他被警察给带走了 上车我跟你解释 哎呀 上车解释什么呀 你跟我说 二哥怎么了 大海为了掩护我 牺牲 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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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上车 学书 赶紧扶她上车 快点儿 二哥 二哥 走 走 速打入 已经安装好了 喂 喂 怎么样 能听见我说话吗 一会儿你们轮流休息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检查 有消息直接向汇报 是 等我 先不要去走 倒还是为我死的 你还好意思说 你怎么不救二哥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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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撞柜子 这会儿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冷静点 我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上级 你们在这儿等我 既然这样 我建议你们都撤到西山根据地去吧 不行 大海里死的时候给我交代 让我继续潜伏 这样我送你们走 万一路上遇到什么盘查 我可以对付 记住 大海的死不能告诉爹 好 花雷同志 学书 留意想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对了 我的人明天早上清晨 到时候送你们离开 好 我们走吧 请观察 就是这个别墅 从萧滨身上搜到的钥匙 上面写着一个叫李查德的英国人的名字 还有一个数字三十七 我查过了 在北平所有的英国人里 叫李查德的 就住在三十七号别墅里 但是他半年前就回国了 他把别墅卖给了一个中国人 有人进出别墅吗 从下午六点到现在没有人 但是二楼的灯一直亮着 证明里面有人 金观察 我们还要继续等啊 不 这次不能当了 悄悄翻墙进去 一定要活捉里面的人 是 来吧 来吧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一定不能让爹知道 放心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大哥 刚才我不该打你 你要打我啊 打开能活过来 那就是打死我我也愿意 可是二哥的仇 咱们一定要报 放心吧 那行 我走了 别动 你只能投降 提起手来 你只能投降 我就不杀你了 你只能投降 你一会儿 你只能投降 我都不为了 你俾完 以后 你俾了 我也俾了 他记得了 他 members 你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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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扯 我俾了 我们俾了 你俾了 马上交给共产党办事处 是 对了 黄超出发了吗 已经走了 都死了 是死了 里面只有一个人 武器被炸 电台也被炸了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这应该是军统发电报的密码本 马上招人破译 是 那个厨师找到了吗 还没有 继续找 他一定是共产党 一定把他给我挖出来 是 好了 你先进去 在这儿等我 你不应该把王思义带来 你不应该把王思义带来 他怀疑王思义就是刚针 他怀疑王思义就是刚针 我就是被盗 明天我负责把头盖骨枪给查理 好 既然上级已经确定刚针已死 但王思义的嫌疑就可以排除了 那他要和我们一起撤退吗 不 他留在北平 他真机队长的位置 对我们很重要 对了 刘一祥要求留下来 怎么办 不行 这太危险了 头盖骨被送到东京的部 很快会被发现是假的 他必须撤出去 是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组织的一员了 组织上命令你留在北平 具体任务有人会通知你 那你呢 我 我要走了 你看 云翔跟于琴就要结婚了 你不想想我们的事 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 那好吧 薛叔 云翔呢 我这就上趟厕所的功夫 这人就不见了 哎 你好吗 睡得怎么样 嗯 我是查理 你好 我是刘云翔 到地国饭店三零一 好的马上到 达林 你去哪儿啊 有邀请室 你先睡吧 庄 dent 你拆开ум 赌― 得 CBD …… 禊 我跟你说 这事不能让爹知道 我认识丁辉三爷太 这个王八蛋的家 我非宰了这个王八蛋 给大黑哥报仇不可 要报这仇 我早就报了 我跟你说 现在丁辉根本就不能杀 如果杀了丁辉之后 所有的人都会怀疑大哥 你想害死大哥呀 靓子 那大黑哥的仇就不报了 靓子 大黑哥的仇肯定要报 这一定会 我一定会杀了他 等料理了二哥的事情之后 我就去杀他 王八蛋 你 我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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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已经看见我和你打起来了 如果你再回到中美医院 他们一定会欢迎你的 我必须看着头盖骨被安全地送走 这样我才能安心 云翔 我不能让你再冒险了 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一切 我很敬佩你和你的同志们 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如果有一天我们美国和日本开战 我保证会参加战斗 也许我不能拿枪 但是我可以做我能做的一切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头盖骨安全地送走 查理老师 我请求你让我回到中美医院 我要亲手把头盖骨交给你 看着他被送走 你把你们的计划告诉我 我需要mern awkwardly 我不能过 所以把他找到中美医院 你也不会在身族 是好 任何 常理老师 我现在正式把头盖骨转交给你 头盖骨怎么会在这儿 这越明显的地方是最不会让人怀疑的 你太聪明了 谁也不会想到头盖骨会在这儿 兴响 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忘记你们共产党 曾经为了保护这个头盖骨所作主的牺牲 常理老师 护送头盖骨的人什么时候到 下午两点 亮仔 去 叫爹起床吃饭了 你可千万别露馅儿 哦 我知道 姐 爹不在 不可能啊 我走之前 爹还在睡觉呢 你看 亮仔 赶紧找爹去 走 走 走 掌柜的 铺子里所有的现金 金条 银元 全都在这儿了 钱庄关了 把伙计都打发走了 这儿了 这儿你拿着 什么时候开张 我再叫你 我再叫你 走 等会儿不靠近 别让我去 赢了 你说什么 我 我不懂 是我和刘云祥把头盖骨藏起来的 现在头盖骨在标本室里呢 我带您去 可是刘云祥已经把头盖骨交给我了 什么 交给你了 刘云祥现在在哪儿 我 我不知道 他下午一点会来这里 我知道了 查理 亲爱的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没事 对了 回家收拾东西 我们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北平 离开北平 去哪儿啊 回家 你赶快回家准备好 不要带任何没有用的东西 下午一点半在这儿等我 嗯 好 嗯 带他 一楼 走 一楼 再准备 太军 对不起您 我没来得及跟您说 等我妈病好了 我一准回来给您做驴肉吃 说 谁让你给我下的药 我 说 我说 我说 是容成车行的麻器 带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皮尔斯 我是查理 头盖骨已经拿到了 按原定计划不变 您确定吗 是的 我确定 就这样 请接机关长犯夫事 机关长 真正的头盖骨在中美医院 而且很有可能今天下午就被送走 查理要我和他一起去 机关长 我们必须突击中美医院 您 您肯定吗 昨天半夜查理被人叫走了 我想这次一定是真的 你去找查理 你去找查理 务必跟着他 你去找查理 确保陶盖骨和查理一起离开 我们的人 只要看见你在车里 就会找机会突击查理的车 你要保护好 托盖骨 明白吗 是 司令官 客家 客家 偷盖骨 偷盖骨是假的 你在说什么 我监听了查理办公室电话 得知他要去美国海军陆战队 护送他 和偷盖骨离开面平 什么 你 这偷盖骨是假的吗 是 我们删到了 大卫一支 派人暗中封锁了中美医院 并派人守在他的身边 这样他一出来 随时抓住他 我命令你 必须要把偷盖骨带回来 如果你拿不回来 我就除去你 司令官 客家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送给天皇的 偷盖骨是假的 刘云霞把我们给骗了 这件事情 务必严守机密 绝不能泄露 听见了没有 是 喂 姜勇 你通知查理 日本人已经知道投盖骨了 是 是 是 我马上就去 我找到刘云霞了 他在中美医院 他已经把投盖骨 交给查理了 出事了 日本人已经知道 投盖骨是假的了 我们必须马上通知查理 转移投盖骨 好 你留下 我去通知查理 好 有 tabi 外国人 我们就要把刘云霞 能把刘云霞 回来 我来 我来 来 你 我来 来 说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我呸 我就是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说不说 小日本 爷爷我还真觉得守者多了几个 你来呀 走 你怎么回来了 博士 日本人已经知道你要把头盖给我送出去的事 他们在门口布置好了准备袭击你 他们怎么会知道 我刚看见 毕晓云和几个日本特务在一起 毕晓云 她 她是日本特务 这 这不可能啊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是不是告诉她你要离开北平 是 我让她回家收拾东西准备走 真的对 毕晓云就是左左目安排在你身边的特务 她 她 她说她爱我 她 她 她憋我 现在先别说这些了 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把她让我藏起来 她 还真是 她 她 她 现在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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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个指头 至少几个 没什么 好 等下来 我与你祖宗 你给我怕 你说了 我就放了他 你别动我儿子 爹 我爸 我爸 爹 是周炳察 他的义子 照亮 是谁安排马虹到咸兵队的 爹 王思义 他把马虹 安排在你身边 当爷爷 王思义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他不是光临党 就是共产党啊 就是共产党啊 你 走 带我去找王思义 快 云翔 云翔 你来得正好 毕晓云是日本特务 日本人已经知道了 我们要把头盖骨送出去 我们必须要先把头盖骨藏起来 以后再想办法送出去 陈柳老师 还有什么地方更安全 陈柳老师 还有什么地方更安全 陈柳老师 还有什么地方更安全 但是我和毕晓云 会坐海军陆战队的车 离开北平 做做目的人 一定会跟着我 我会打电话给 比尔斯 让他另外派人来 不行 既然毕晓云是特务 这里就很危急 您的电话很可能被监听 没事 我用医院的公用电话去打 查理老师 还是由我 来引害日本人吧 运翔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只有我能引开他们 运翔 保护头盖骨是我的责任 但是你不要担心我 美股还没有和日本宣战 我还是受到保护的 如果日本人抓住我 皮尔斯会把我救出来 你们去 秦氏房的 厚门 在那里等 皮尔斯会来去偷盖骨的 平安 有 好 你们去 帮忙 吃 看 帮忙 梦和心 往足掌 翅膀 河岸 举着迷雾 十朵 厚的墙 我 听见窗外 传来 强 响 那是我 将要奔赴的战场 有时好像生会变得平常 但我的热血 失败了 如果在明天 看不见我的脸庞 请你记住这春天的花香 此道穿过胸膛像春光 只一样 和灵魂一样 坚强如钢